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俄罗斯一名妙龄女子在夜店狂欢时遭到一名男子殴伤,没想到隔天就一夜伤时,竟发现医生就是打自己的人,又再度遭对方当众暴打。 综合外媒报道,现年20岁的德米特里耶娃,Anastadia,Dmitrieva,日前在萨哈共和国,Secret Republic,Neilungary,Neilungary,夜店被一名男子打伤,隔天到医院求诊时,意外发现自己的医生努莫夫,Vedemir Nomov,竟然就是殴打自己的人。 努莫夫在医院内警告,威胁德米特里耶娃不准报警,否则坐牢的就会是他,随即出手怒打坐在椅子上的德米特里耶娃,画面全被录了下来,一旁护视见状也十分尴尬。 事后,努莫夫解释,他在夜店遇到一名助产是被一群女子袭击,因此出手相助才与德米特里耶娃打了起来,并坦承在医院动手是因为被拍摄导致肾上腺素爆发的意外,但卫生部长并不采信此一说法,目前已将努莫夫开除,其主管也因为用人不当被当局调查。